立委王定宇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 国防部在2019年 首次将共军企图夺取东沙岛 列入共军军力报告 而国外智库也警告 东沙岛在两岸紧张情势下首当其冲 星期二共军派出武装直升机 武直十余米十七 入行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立委认为可能演练夺取东沙岛 邱国正也证实有关联 共军频繁洗脑台湾西南空域 是否曾经入侵东沙岛领空 国防部官员指出 至今没有任何国外军舰军机 曾经入侵东沙岛的领海和领空 新台历史林玉堂台湾台报道 巨大银沢 包装帅 清洗脑は午餐